转发一个电影就对北京赛 光删除解释捐款还不够 只要拒绝道歉就马上开除 欧文这次真的是惹了NBA幕后 只手遮天的大boss了 实际上那个把肤色血统种族 看得比什么都中的联盟 黑人和犹太之间的关系变化 可是错综复杂 渊源流长 一开始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算是朋友 毕竟在20世纪初 他们都是遭受阶级压迫 以及种族歧视的群体 因此双方同仇敌忾 还在篮球行业里紧密相连 用红衣主教 犹太人奥尔巴赫的话说 在篮球这儿 我们不分肤色 能赢球就行 但世上除了利益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战争年代结束 黑人很快霸占了体育圈 他们优秀的身体条件 远胜于其他种族 但聪慧的犹太人 也很快积累了财富 用挣钱买球队的方式 成了那些黑人的老板 自此阶级斗争出现了 40年间 NB反犹太的球星 绝不算少数 哪怕时至今日 也频繁出现 2020年 乔治·弗洛伊德 被白人警察溃杀 事件发生后 NB多位球星发言 例如埃弗森公开支持 犹太挟持敲诈美国的言论 闪电侠韦德也公开力挺 把事情推上了高潮 不过能公开表示 支持的球星都已经退役 仍在犹太人经济压制下的 现役球星 敢支持 那就得倒霉 例如詹姆斯 有一次他发布了一条唱歌的视频 其中有一句歌词 似乎是对犹太的暗讽 罗布朗很快删推 并且发布了不太诚恳的道歉 又例如一年前NB球员莱纳德 因为在直播中的一句口头禅 就被NB迅速开出 扫地出门 在潮流巨星砍也都躲不过资本的情况下 欧文此时的迎头直上 显然不够明智 尽管迅速删掉电影 找到借口解释 甚至试图以捐款转移视线 但他还是难逃被禁赛的结局 过去过几天我们就能听到 这位思想家的道歉 毕竟相比于疫苗事件 这次他真的没有任何退路了